字幕提供 這次我們會去南丫島找怪石 我們這次走的路線就是走寧閣山 其實幾年前我也有試過想走上去 那時候也是冬天 不過我記得那時候超熱 好像是24-25度 因為寧閣山這條路線其實也算是有少少曝光 那時候因為太熱 所以最後我們也是放棄了 就這樣繞在寧閣山的山脚走一個圈 就離開了 不過這次我們同樣秋天再挑戰過 就是上寧閣山找怪石拍照 我們就在中環的乘船 就來到塑古灣 下了船之後就會向餐廳的方向走 然後就會找到文化村 進去就會有很多手信可以移動 之後看到天后廟就會知道我們要入山 其實剛剛去到碼頭 去到天后廟那裡都很多人 所以我們都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拍到片 不過現在去到進來這條路就比較少人了 這次我們就由這裡開始起步 還有這次還有包包和我們一起走 這段路的前半段都是上一些很闊的樓梯 還有也是有遮蔭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擔心這裡 還有如果你想休息 就爭取多點時間在有遮蔭的地方休息 當見到這個涼亭的時候 就會見到三條路 我們這邊這一條就是上山地堂 那邊就會有一些石頭可以去拍照 不過如果要真正上寧閣山的話 就是在亭旁的這條路上 然後這段路開始 就會跟剛才完全不一樣 就會開始是很曬的了 所以大家都要做好防曬措 剛才就說對面那條路 就是上這個山地堂 這邊就可以看到 它都有很多塊大石 還有一個涼亭在最底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山腳的這一帶 所有大石都是有一個水泥的底座的 政府就是因為擔心這些大石會滑下山 雜土人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做法 上了差不多十分鐘之後 就會看到我們背後這個很開人的海景 走到上來這個位置 看到山之煙通的時候 就會順便會找到烏龜石的 寧閣山雖然只有250米 不算是很高 不過呢 因為走的時候也很曬的 所以也挺有挑戰性的 所以呢 如果夏天的時候 我還是不太喜歡走 因為實在太熱了 不過呢 如果這些樹木矮的話 也有一個好處的 就是這個景觀很開陽 所以就可以看到 剛才我們看到很寬的海景 整個山頭都是大石 在我們前面 是一個很好的乘涼位 是一個大石 就給了一個遮陰的人 所以很多人都坐在這裡休息 其實呢 我們後面看到那個 已經是寧閣山的山頂 我們後面呢 那個很窄的海峽的位 其實呢 就是綠海龜的繁殖地 就是叫深灣 那裡呢 其實呢 每逢4月呢 去到10月呢 都是錦區來的 目的呢 就是為了保護那裡的生態 而且呢 因為其實呢 我們都是 在中國南面呢 綠海龜的繁殖地 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呢 我們呢 他們還要是隔幾年呢 才會來到深灣這裡繁殖 那所以呢 這裡的人呢 都是很悉心地保護它 還有還有管理員呢 去監察著呢 在禁區的 即是在這個限制期的時候呢 有沒有人衝進去的 那如果呢 進去的話呢 是有6萬元的 不過其實呢 如果不是這個限制期之內呢 都不要進去啦 因為呢 我們做的所有活動呢 都會造成污染啦 還有呢 有機會呢 就會有些人 就會把垃圾放進去 那也會影響了那裡的生態 可能也會影響了呢 綠海龜在那裡 產卵的意欲的 那所以呢 我想我們呢 最好呢 都是還回一個安靜的環境 給那些綠海龜啦 下面呢 這顆石呢 就好像快要跌下去那樣啊 跟著呢 再走高一點點 就會看到那邊那個呢 就是榕樹下的沙灘啦 其實呢 這個有點像那個屁股 不過中間那裡就有點噁心 其實呢 香港真的很小的 如果你看過這裡對面呢 其實就是可以半島啦 在我們後面呢 就已經看到櫃高柱了 那應該呢 走到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會去到的啦 跟著呢 在櫃高柱的另一邊呢 就會看到這個荒廢了的石狂場 那以前呢 就是用來包開它 然後拿石去用 在這個綿田的山裡面呢 還可以找到 風力發電的風扇 那它就是長年呢 都在運作著 為南亞島的人去供電的 我們呢 就到了櫃高柱啦 在這邊呢 就是數碼電視的發射站了 上面那個呢 就是試劍石 不過其實呢 我們在很多地方呢 都有見過類似的石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會是落山的路的啦 我們在落山的途中呢 還會去找狗仔石的 在這邊呢 就看到玉桂山啦 同樣呢 就是同年一樣 那麼小的山 然後呢 旁邊呢 還看到海洋公園 和淺水灣 然後呢 我們這邊看到這個呢 就是Snoopy石 不過呢 它不是狗仔石來的 是有Snoopy石 和狗仔石的分別的 今天的能見度呢 真的挺高啊 如果我們呢 放眼望遠去呢 在海的另一邊呢 就是大陸來的啦 那那裡呢 就是珠海來的 這個位置呢 就很特別的 因為呢 在這個日本皇軍 佔領香港的時候呢 他們呢 就利用這裡 天然的地理位置 就把這個洞呢 就用來一個 天然的海洋 海防監測站 那呢 他們就在這裡 監測海面了 盧蘇城呢 自有索古灣呢 都有幾十個神風洞 那這神風洞呢 就是香港在日治時期呢 日本的皇軍呢 就逼南亞島的村民呢 去刮的 那呢 就刮了幾十個呢 就是用作這個自殺式的攻擊的 那當呢 有敵軍的戰艦呢 向著這一邊來的時候呢 他就會推出這些呢 綁了炸彈的快艇 然後呢 就所有東西一起炸彈了 那這些洞呢 其實呢 很多呢 都是花肝癌的 所以呢 可想而知啦 當前的村民呢 是真的用了很多力 真的很辛苦 才可以刮到這些洞的 大家記住呢 過了剛才那個 那個 那個石垃之後呢 走多一點點 就會見到 鋪到石的啦 那其實這塊狗仔石呢 很容易錯過了的 那呢 還要是呢 你要看回頭呢 才見到它的狗仔石 所以呢 就不要入美直行 記住時不時呢 要轉回頭找它 還有 現在呢 就因為已經過了中午了 所以呢 就有少少拍照 就有少少背光 那如果大家想來的話 可能也要早一點點來啦 現在下山這裡呢 就全部開始下樓梯了 然後呢 還有人呢 在那個梯級那裡 寫在這裡 是1100級樓梯 這裡呢 就有個迷你的跳板石 其實呢 我們選擇在索古灣那邊上的原因很簡單 大家看到我們身後這條樓梯就知道了 就是因為呢 在毛達灣呢 上去的樓梯呢 是急和直很多的 所以呢 如果在這邊上的話呢 一開始就會辛苦很多的了 我們現在呢 終於就下了所有梯級了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會去毛達灣的方向走 走出去索古灣啦 這裡呢 就可以看到前面是一大片的眉金谷 那其實眉金谷呢 就是外來的入侵物種來的 它們呢 就會依附在那些植物上面 讓它們吸收不到陽光 然後呢 我們就會來到這個分岔路 一邊呢 就是下去毛達灣的沙灘 另一邊呢 就是走去索古灣啦 好 我們身後呢 就會看到兩個很大的圈圈 其實呢 它就是在這裡圈養著魚 那就是南馬島的魚葉來的 那裡呢 就是由毛達灣呢 過去索古灣的船 我們呢 大概用了20分鐘左右 就由毛達灣呢 走回來索古灣啦 那呢 不過呢 船就剛剛走了啦 我們呢 應該就會吃完東西 才再搭船出中環的 我們會不會吃完蛋 就好看 我們會不會吃完蛋 就好了 我們會不會吃完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